三边坡这个地方会平等地教育每一个理想主义者 曾经的神星满怀少年一起 觉得自己能在三边坡闯出一番天地 但经历了那么多尔虞我诈生离死别 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天真 那些恶势力的凶残手段 大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 都不是他能参与甚至窥探的 而就当神星看淡了这一切 准备老老实实跑完边水回国时 又一个傻老外来三边坡成英雄了 贾斯汀是一个慈善组织的志愿者 他来到三边坡 想通过教育改变这里的愚昧无知和落后 让孩子们通过知识认识世界改变命运 他为了吸引孩子们来学习 给他们发放巧克力和物资 他不仅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更注重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感染着每个孩子 神星起初对贾斯汀的努力不屑一顾 但当他看到确实有孩子在他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神星再次燃起了对人性的希望 开始帮助贾斯汀办学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这片土地根本就孕育不出希望的种子 从根上就已经烂了 有一天贾斯汀发现班上的一个女孩子 回来偷粉笔灰 他不明白这有什么用 但跟着蛋拓到了女孩家他才明白 原来女孩把粉笔灰当做了毒品 在父母的要求下偷走供他们吸食 毒品已经渗透到了三边坡的各个角落 这些孩子肯过来学习 大部分也是为了贾斯汀的巧克力 甚至为此不惜大打出手 巧克力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控制孩子们的毒品 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错 而贾斯汀的行为跟那些用粮食换他们做苦力的毒贩 在他们眼中也没有什么区别 三边坡的黑暗不是一个贾斯汀就能拯救的 而更为讽刺的是 三边坡这里本来是没有毒品的 正是贾斯汀来自的西方将毒品带到了这里 而新一批的西方年轻人 又以拯救者的姿态来这里传道 这本身对很多三边坡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于是孩子们还是被父母带走成了毒贩的苦力 悲剧的循环再次上演 贾斯汀让孩子们接受教育远离毒品的行为 触动了毒贩的利益 于是在贾斯汀已经准备离开的时候 毒贩不由分说的开枪打死了他 这一件事也彻底触动了沈星 让他下定决心和毒贩势不两立 他将贾斯汀的双眼纹在了自己的胸口 让他盯着自己不要走入歧途 也希望这双眼睛能够看到三边坡变好的那一天 可当沈星拿着占有贾斯汀写的文件 给那个看起来最支持贾斯汀的当地女助教时 后者没有表现出一丝对贾斯汀死去的哀伤 反而是兴奋地说自己终于可以离开了 三边坡真的会有变好的那一天吗 贾斯汀用生命种下的那颗种子 是会长大还是会被一脚撵过 谁也没有答案